現在要做這一張 請問這一張有哪些元素你需要來處理一下 你覺得呢 字 請問你有沒有辦法寫這種字 沒有對不對 所以最好是找書法家來會啊 好威力 好 第一個 第二個 請問還有什麼要處理的 這個啊 你不覺得背景有一些這個字嗎 有沒有 這一種的 自己打 雖然是一種方法 但是有沒有比較快的 有 真的有 傻傻的自己打 比較黑一點 這樣了解 好 然後呢還有什麼 你看 你覺得我們影像有沒有做一些去背的效果 有吧 這兩張是不是都不是四四棒棒的 對不對 所以這裡有所謂的遮瑟片的概念 這樣有了解了吧 那我們就針對這幾個點 先來 玩玩看喔 好 那你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回過頭來 來看這邊 你看我們在這裡 首先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呢 跟各位介紹的就是跟字體 有關係的 不知道各位前一段時間有沒有注意到 字體在網路上 大概這兩年 有掀起一些討論 有些有點頭的表示他有注意到 都是YouTube害的對不對 他如果不講就沒有人知道 開玩笑啦 你的電腦裡面啊 有沒有有一些字體 是比如說像華康啊 文靈啊 那一些不該有的 有 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現在字體廠商 已經被欺負太久了 終於發揮了 也就是說其實字體也是有版權 以前我們都比較注重說 那個影像有版權 那個影片有版權 那個圖片有版權 那個文字內容 音樂有版權 請問字體有沒有版權 有 所以最近我寫了一系列的文章 在探討這一塊 就是說 字體 如果你想要找免費的 你去哪裡找 你可以在老師部落格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這裡 因為現在文章寫比較多 所以 各位 我這邊 自己也寫一個 系列文章查詢 這樣方便我自己找 也方便別人找 你點進來 你就會看到 我在這裡有一個 免費字體核素群 有看到的 這邊 那我寫了大概四五篇文章 介紹這幾個 免費的字體核素群 那 首先第一個 這個為什麼要跟各位特別講 因為 你們在簡報裡面 請問會不會用上一些特殊字型 會對不對 做影片有沒有機會用到 有 做海報更有機會用到 對不對 那 如果你用的是特殊字型 你 又沒有付費 那你就有可能 怎麼樣 有侵權的問題 那 這邊呢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你想 正常使用的話 所謂正常使用就是付費 付費使用的話 那 你應該知道 我們國內現在最大的 就是 華康跟文鼎 華康跟文鼎 那華康現在的名字叫做威豐數位 威豐數位 那 他們呢 這個 字的產品 有像這樣子 不過我必須跟各位講 你們現在的話呢 要特別注意他的授權範圍 他有所謂的基本版 你看 一台電腦一年1800 1800 一台 專業版的話 一年兩份是 比如說廣告公司 那種有沒有 那 最重要其實是在什麼 他的授權 最麻煩的是你看 基本版 只能用在印刷屏 我們海報還算印刷屏 可是你簡報算不算印刷屏 你現在貼在網路上 貼在社群上的算不算印刷屏 當然不算啊 那是電子媒體 對不對 所以就不在這個範圍 你們這樣了解嗎 那 所以你就變成你要用專業版 你這樣了解嗎 但是一年料理買兩萬次的字體 獲得五千多種字體 你願意嗎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 老實講 字體 我們大概用十種就非常多了 那 往下走 他也有單套的 一套兩千塊 以前其實我也有買過這種字體 可是那時候都沒有看授權 現在看了才知道 原來 你花兩千塊 也是只能用在印刷 其他的授權都沒有 你看只能用在印刷上 連LOGO都不行 所以現在變成說你會去重視 就是說你要去重視 這些東西 不要以為說 好像電腦買來就有 就用 那穩定了 會不會好一點 有好一點點 錢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他字體沒那麼多 他也是分這兩種 你看 就是一年四千九 跟一年 九千八 只猜在哪裡 自用跟 跟怎樣 跟 自用送的兩相宜那一種 就是如果你是自己用的 你就四千九 如果你要做出來 要給別人用的 那就是 九千八 而且這是每年 這樣你知道為什麼要寫這幾篇文章了吧 因為你不寫 到底大家去哪裡找免費字體 還不然會用到啊 那目前來講 最多的 我們以中文的免費字體來講 應該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剛 在這邊有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王漢中的 他的字體比較多 大概四十幾號 四十幾號 那有 比較 一些所謂的特殊字 你就可以找到這樣子 在這邊 有大概有 這麼多 可以用 如果想 真的不多 免費的中文字體 要找到真的 不太容易 這樣OK 先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希望說各位 在 不管是學習也好 做海報啦 以後甚至做影片 簡報 不要 被人家 那個 因為這樣很麻煩 OK